同性界的模范 因为没有长歪 让大家都感到欣慰的演员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姐姐们的希望 国民弟弟 于晨豪 1993年8月17日出生 在他5岁时 同社区的小朋友 就在当儿童模特儿 父母亲也收到 让他去当 童装模特儿的邀请 他就从童装模特儿开始 之后也接到了 广告和电视剧的拍摄邀请 甚至还踏入了电影圈 但其实年幼的他 根本就不想当艺人 父母也对此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因为当时 家境状况不算太优渥 因此有工作进来 他们就接 就变成不停工的状态 2000年他透过电视剧 赐予正式出道 剧中饰演患有白血病的病童 那时他还哭着说 自己不想演戏 但剧中饰演他爸爸的演员 郑普硕就说 他的眼睛非常清澈明亮 因此想跟他一起演戏 还把他带回自己的家 买了玩具给他 并让他跟儿子一起玩 把他像自己儿子一样对待之后 也打开了他的心房 而事后也证实了 郑普硕的眼光没错 虽然他是第一次演戏 不过就展现了不错的演技 可说是非常有天赋 国小时他出演了 《有你真好》 是部传统的韩国亲情电影 剧中他饰演到乡下和奶奶生活的 都市小孩 他也将角色表现得活灵活现 任性又对奶奶没礼貌 发脾气的场面 让许多观众都表示 想要进到电影里面教训他 不过大家又回想起 自己小时候 似乎也都做过类似的行为 长大后才明白 家人的用心良苦和无私的爱 因此获得了许多的人气 而之后剧中的奶奶 住到养老院 他偶尔也会带着礼物 到养老院探望奶奶 2004年 他出演了电影《不要告诉爸爸》 本片不是B级 而是一级的搞笑电影 其中在早堂 他曾有全裸演出的一幕 当时因为童星们经常全裸演出 因此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若想到未来的话 就是见错误的选择 而且电影《海报》上 也有很多性暗示的词句 他奶奶看了便说 为什么我孙子会出演这种电影 并对他的父母和导演 发了很大的脾气 电影上映时 因为片中女演员的裸露戏份 引起了话题 不过在之后 他长大的过程中 越变越帅的他 裸露场面便引起话题 也成为了他的黑历史 他出演了许多电视剧和电影 比起饰演他人的年少时期 他更是领导整部剧的主要演员 许多童星长大后 因为外貌的改变 人气都会渐渐变小 但他却因为 越来越高 也越长越帅气 还神似苏智谢 因此让许多姐姐粉丝们动心 也获得了小苏智谢的称号 那时他出演的电视剧 《善得女王》和《学习之神》 连续获得了高人气 从小就开始活动 在大中心中 也累积许多好感度的他 那时就被称作是 姐姐们的希望 公司还专攻姐姐粉丝客群 拍摄了 让许多姐姐们心动的广告 在童星之中 他是最高价位的童星 代表性的童星 文锦莹也是到21岁 才领取成年演员的价码 但他从高中开始 就跟成年演员的出演费差不多 多的话还会比一般童星的出演费 多出百倍 但他也是有那样的价值 才能领这么高的价位 因为从高中 他就开始饰演成年角色 到了要升大学的年纪 就开始有谣言说 他以特立进入名校就读 但他其实拒绝了 以名人特立入学的提议 虽然就算他以特立入学 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因为他从小就持续进行演艺活动到大 比他人有更丰富的经历 因此也是有相当资格 可以正式入学 不过因为他表示自己并不想升学 过去也没有认真在课业上 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特立入学 而占了其他人入学的资格 他第一次展现成人演技的作品 是电视剧《欲望的火花》 当时他还是未成年 却在剧中有喝酒和开车的戏份 也有许多人表示 他和演对手戏的演员很不搭 整体看起来很尴尬 另外还有为动画配音也出现了争议 不过许多人都表示这些应该都是 他从同心成长成成年演员过程 必经的成长痛 他不仅很受姐姐们的欢迎 就连哥哥们也都很喜欢他 不知是否是他有小苏智谢的称号关系 在拍摄现场很少露出笑容的苏智谢 一看到他就露出大大的笑容 还引起话题 两人曾一起拍摄过MV 而一起拍摄的男演员也都很疼爱他 再加上他年纪轻轻就入伍当兵 韩国男性们也对他增加了不少好感度 他会在当兵这点上获得喜爱 是因为大多男艺人都会尽量延期入伍 到最后不得不入伍时才会去当兵 所以他和一般同龄者相同时期入伍这点 就已经很受到推崇 入伍后明明可以找到比较轻松舒服的位置 但他却自愿担任很辛苦的助教 因此男性都给他非常高的评价 因为家庭因素 所以他从小就不得不持续进行演艺活动 虽然不是自愿开始的 但他也产生了无法停止的想法 已经从事演艺工作多年 已经无法回头 而从过去他就经常表示 想要提早入伍当兵 希望可以在军队中接手训练 并好好思考自己的人生 成为可以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人 在军中他看着电视剧 产生了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的想法 那天他犹豫了一整天 之后才明白原来自己其实很喜欢演戏 结果提早入伍 不仅让他认清自己的内心 也获得了许多大众的好感 他经常观看 猫咪日常或是中途保护动物的影片 私下他也经常会带着 保护动物标志的手环 也有参与保护动物的公益活动 他也从频道 那边领养了两只被中途的小猫 而频道主曾向他提议要一起拍片 不过被他拒绝了 之后频道主就对有人批评 说他耍大牌 但之后频道主就被爆出 有虐待动物嫌疑 而且他所救援的猫也都是去宠物点购买 再假装是救援回来的猫 吸引观众的注意 并借此获得关注和影响力 之后于成豪也在网路上发文呼吁 他所领养的两只猫咪都很好 动物不应该被拿来当成是赚钱的工具 他在演艺圈中没有很多朋友 不过他还是有些令人感到意外的朋友 他和BTS的Jean和演员全玄冰都是好友 他们都喜欢待在家也都喜欢动物 互相共同点很多因此才变得亲近 他还曾送咖啡应援车到全玄冰的拍摄现场 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好关系 退伍后他每年最少都会产出一部作品 最近也在电视剧《花开时响乐》 讲述朝鲜禁酒令时期 四个月线的年轻人的友情和爱情 以及成长故事 可以期待他在剧中的搞笑演技 他也在韩国2022年1月即将上映的电影中特别出演 台湾目前还不确定是否会上映 有兴趣的粉丝可以期待一下 以上就是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介绍给大家的 出道多年都没有大争议的 余晨豪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